第一層都可以做到一房、一廳、一櫥、一櫥 它真的把面積用到臨尼盡致 二樓都可以做到兩房一櫥 二樓一樣是有露台的 露台就是從這間房這裡出去了 所以如果做回雙鎖匙的話 是完全不會跟一樓有影響的 開團了 街氣時推出 兩天一夜珠海中山看樓團 全程零費用 行程包括 特色美食 4A溫泉度假體驗 露營燒烤 入住五星級大酒店 最後還會帶你 實地考測灣區順盤 穩健投資收益 成熟配套現樓 旅遊度假勝地 這麼多選擇還有一款適合你心意 成功置業 我們還會送出價值 3萬元 超級家電大禮包 逢周六上午10點 會在港珠澳大橋口岸集體出發 詳情請查詢我們報名熱線 66060120 66060120 更快點拿起電話 撥打連是我們 如果超級家電大禮包 最高級家電大禮包 大廣角 有機器 2個大廣角 就算了 2個大廣角 就算了 3個大廣角 1個大廣角 2個大廣角 3個大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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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睇加油喜事 大家好 我是鈴鈴 故地重有 鈴鈴又來到中山三鄉鎮的前浴 前浴是商業性質的複式公寓 之前我們也有拍攝過 為何今天又來了這裡? 自從開關之後 聽說前浴是得到了很多香港朋友的喜歡 加上現在我們身後 可以看到比較多人在了解 它的間隔 我之前也跟大家說是很實用 而且護形是挺英俊的 我們現在進去回顧一下 我們來回顧前浴的一個區域 前浴是屬於三鄉鎮鎮中心 我們周邊已經有比較成熟的生活配套 我們首先說一個交通方式 現時的話 在我們前浴的對面 就是一個雅居樂公共車站 我們過去的話 在門口搭回一個931公交車 過去只需要兩個站 或者我們自己開車過去 都是四分鐘 去到這個雅居樂車站 我們就可以坐直通巴 香港直通巴 從這個港珠澳大橋回到我們香港 太子、屯門這些都有路線 價錢下來的話 是830元左右 現在已經開通了 還有就是我們走回港珠澳大橋 我們坐金巴到這個港珠澳大橋口岸 再坐回滴滴滴也好 順風車也好 直達到我們前沴的項目 大概就是半個小時一程 所以其實這裡的交通回香港是比較方便的 說回我們周邊一個商業配套 華峰商業街 還有順昌廣場 奔分會這些 已經開在我們項目周邊 過去的話大概都是十分鐘 周邊的話 都會有東城酒樓 還有商業街下面 其實都已經開了商鋪 可以解決我們平時的日常需求 一街一超市都是這邊 麥當勞這些 周邊的話 是我們的前沴對面 都有一個子健的體育館 我們其實平時的需要 做轉馬都可以到這個子健體育館這裡去 周邊的學校都比較多 理工學校、江後小學這些 全部都是我們周邊 大概都是五公里以內 我們現在看看我們的沙盤情況 我們先看看整個沙盤 全域的話就是這一棟的產品 主要都是買公寓成績的產品 產權成績是四十年的 現在在售就是兩個 即41平可以做到三到四房 以及58可以做到四房 我們現在售楼佈起這個位置 我們身後的這一面都是58平的 這個朝向的話 是朝向一個南向到西南向的方向 我們的背面 這邊就是買回41平的 這邊的朝向的話 是望回北向的 小區的話是帶了地上的停車場 它是做商業性質 它的水電的話 電費大概是9號2 水費大概是3.6元 它大面積的58平的話 可以做明火的 41就不行 可以做明火的話 加回天然氣的話 大概是4.15元的價錢 它的交流時間的話 是去到明年的6月份 物業管理費的話 就是3元左右 我們現在都快點上去 看看它現場的情況 好了 我們現在上到實體樓 2樓 我們來看看各位 209房的 是看41平 其實它用到的面積是80 因為它算面積的話 只是算你單層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兩層 我們來看看一層 第一層的話 它都可以做到一房一廳 一廳一廚一位 我們現在進來看看 我們現在看的這間 是創意樣板間 我們也會看看 加路標準 進來的話 鞋櫃是有給大家的 鞋櫃的話 它因為四十一平 所以它的尺寸問題 它都做得比較mini 都是可以用 夠用的一個範圍 上面也會有儲物空間 給大家 進來 左手邊 是上回到二樓 這間是做了一個 雙鎖匙的樣式給大家 我們先看看這間房 這間房 它是做了塔塔米的形式 下面也可以儲物 其實可以參考 整個空間的話 就用得非常之好 那邊也會有窗 可以看到我們陽台的位置 OK 再進來 就是一個廚房位 和衛生間 一層的衛生間位置 四十一平的話 它就不可以做明火的 可以用回電池爐 沒問題 這裡其實會預留一個冰箱位 給大家 這個就不是加路標準了 那星盤 對了 切的 煮的 都是這邊 這邊也會有一個儲物櫃 我們先看看衛生間 衛生間 雖然它是吃手平的公園 但是它也有名窗 這一點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可以通到陽台的位置 起碼它的通風來講是做到的 這裡就是林浴區 林浴區的話 就沒有做這個拖門的位置 就是用了拉連性 對了 我們現在來到 這個就是客廳的位置 其實客廳的位置 雖然是比較小 但是 真是 麻雀衰小 五臟俱全 都挺舒服的 這樣看回電視櫃的位置 這個空間的話 都是舒服的 我們這邊看回的景觀的話 是後面的一個住宅區 已經交了樓了 沒錯 我們看看一樓的一個露台 我們平時的洗衣機 就可以放到這個位置 包括空調外機 就可以放到外面 狼衫也可以放在這裡 所以也會解決一個 如果你想住公園 然後又想到一個狼衫問題 有沒有陽光可以狼衫 位置可以狼衫 這裡就給了露台大家 我們現在上二樓看看 我們看看 四手一平的二樓 我們一上來的這個位置 跟一樓都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衛生間 尺寸其實是一樣的 包括二樓 其實也會有名窗給大家 就是這個衛生間 這一點我是比較喜歡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去到比較細積的公寓的話 它的衛生間都是暗次來的 就沒有名窗 我們來看看這間細房 細房的話 它是沿著我們這個過渡空間 所以也有秘密空間 又有一個贈送位給大家 這裡的話 大家可以做一些儲物空間 醫務間 平時不怎麼用的東西 就放在這裡 這邊就好像平常的房間 去做床、書桌 二樓一樣是有露台的 露台就是從這間房間 這裡出去 所以如果做回雙鎖匙的話 是完全不會同一樓有影響的 我覺得這一點也挺好 我們現在提到的是大房這邊 大房這邊的話 可以放在半床 沒有問題 兩個床頭櫃 這邊的話也有書桌 衣櫃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其實它的尺寸來說 四十一平左右 但是它的一個空間的格局 設計 真的很好 對 這些位置都用得很盡 這邊看回景觀 跟我們一樓看到的主陽台是一樣的 其實加上這邊的 可以看回鴉江運航這邊 其實它的空氣和環境來說 都是比較清淨的 其實拿來這裡自己住的話 都很舒服 我們可以看回鴉江運航裡 放開兩樓 就做回鴉江運航 就是在了解鴉江運航位 就能看到 道路 和鞋子 用的巨脈 到南庄 還在南庄 給大家看 就可以看到 測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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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